OK 回到我们坚仔实践教室 又是我们两月拦散 就知道我们的民间高手 今期从缺辣游 是吧 今期的民间高手失踪了 但今次的影片比较特别 我们就会公开 好 我们现在公开招募民间高手 很简单的 所有18岁以上人士 如果你有手机就足够了 因为你可以像我们这样 开着坚仔来录视视片 10分钟以上的 就像我们这样 认识不限 我们就选择头两场 那你就自由度大一点 对 没错 那你就提供你一个策略 譬如好像丹尼老师上场 上一次 三场过关 三穿七 虽然就不中 美关就差一点点 但没问题的 目的就是为了看看大家 有没有什么民间高手 用肩制有心 我们都用了一个分析 我们要分享的都七七八八 看看大家有时候这些 就是教学相长 你明白吗 我和你说的时候 你又可能有些新的东西 体会到出来 是啊 我和你这个加这个功能 又可以这样用 可能你又有些不同的东西 不止这个有心得 其实大家传的影片 一经我们审核 播出之后 还会有200元的消息给大家 去购买都个人 是啊 买一下死结晶 又可以发挥一下 又买一下鸡蛋 只要用肩仔介面 你录下拍摄 然后录一条影片 然后就经过Google Drive 然后就发出了银带 我们下载的银带 我们下载的银带 就可以了 那就发出了 mktatkeentips.com 我们下面会有长时间介绍 我们放在下面的资讯栏 对于形式有疑问 也可以53616 询问我们 WhatsApp或者打给我们 都可以 这次公开招目 大家可以踊跃一些 传一些影片过来 我们可以看看 或者第一次觉得 好像不一样 你传给他们看看 或者给你一些意见 那你下次可能会 6号点 下一个马少少 就可能是你 马少少也是这样来的 民间高手 马少少以前就是 我们Friend of Friend 就是兼料的 对了 就知道有个人 帮我写一下马屏 我看你也写得挺好的 其实他本身是民间高手 在兼料里写评评语 写一下写一下 就写到我们 现在已经是独当一面了 对啊 排在我们这个贴士榜的第二位了 我不是暗了他 我不是暗了他 还没出 因为有时候我要帮忙出其他 所以我方便自己看自己出准 是的 所以就 踊跃一些参加 可能第一个民间高手就是你了 好 那这次的头两场 继续是由我们 不如也说一下 因为上次 我想说上次 不是转了丹尼老师 是的 那我立刻 第一位民间高手 第一位民间高手出场了 那立刻有一些回响 那收到第一个电话 都挺高兴的 听到这些 就一位女士 不知道真还是假的 是的 郑女士 郑女士就说 喂 我想要回 肩仔双肥 是吧 哪个肩仔 原来是我们 是的 我想要回肩仔双肥 不要紧 我们偶尽又穿插库一下 这次又到 但我们公开这条片 示范一次给大家看 那大家绝对可以做得好我们的 其实呢 我们也不是说中不中 只不过是 给大家看 我们用肩仔会 大家有不同方法 是的 我们的方法 大家我估计已经 耳熟能长都很熟悉了 是的 一定有给大家学习的地方的 但是你们那些 也有给大家学习的地方 所以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集思讲益 找些好码出来 好 我的牌子常常打不中脚 可能你的脚又离开了 是的 其实大家用肩仔 可以看到什么 就可以展示给大家看看 没错 都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最新的平板优惠 是的 只要参加我们肩仔双年费 加一千元 就可以拥有我们的 华为X9的平板 是的 现在肩仔双年费 是4988 加一千元就是5988 那就会有一加三的优惠 一部平板电脑 还有一个中港电话卡 数据卡 是的 还有一个键盘送给你 是的 整抽的加上是二千多元 是的 但是我们只要加一千元而已 是的 但是你只要拿到平板 就可以畅通无阻 总之你买双年费 新手买双年费又好 或者已经是双年费会员 逐约双年费又好 那就分别是4988和5988 是的 你就可以选择 即是三个八和4988 本身双年费 就可以选择加一千元 变成4988和5988 本身双年费 逐约双年费就是三个八 那些盘子在外面 封闸卖一千八元 是的 都没有被送的那些东西 我们还送的那些 大家开小的那些 两千元就跑不掉了 这三个东西 加你自己买 好 那我就马上开始了 那我头场是四班12米 今天是大赛日 我看到没有五班的赛事 都是说四班这些可以 其实先看档位统计 档位统计上面就显示到 其实今次的档位偏差 就不是说那么大 一档都然有 大赛日不如看一场大赛有什么码 一个人好 是吗 幻念大赛日 七场 是的 五千元 就这么说 不按进去 你想看 按进去就自己去买 收费了 是的 你们买了 这是公平的 公平一点 你们如果买了 你自己按进去看 或者你没有 想买一下都可以按进去看 你又有什么心水 那些钱千符号 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们经常说 头两场没有的 后面那些才有的 因为头两场多数低班一点 是的 那些钱千符就是特别赚金 即是那些三班以上 六十至八十分 四岁第一季赢马 或者再赢二班 其实很多都是这样赚赚的 你买一只马仙几百万 你赢一个特别赚金收八五万 你赢两个三百万回本了 是的 所以就 会赚的 会赚的意欲更高一点 这都是有关于胜负的资讯 你喜欢哪一只 就是我们一人说一只 好吗 是的 就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一只 我就喜欢家应全食 是的 可能贪有点冷的味道 哇 这么冷吗 那我说我喜欢嬌阳明区会很失礼 不会 一二一冷 其实我喜欢超超比 超超比 也很明显 他还有一个特别赚金的价钱 全场都追得挺漂亮的 是的 好 如果要看的话 大家进去看看 我们再说回头两场 说两句 是的 那头场 刚才说到的档位 发觉Alan的偏差不算很大 揭回这个档位统计 在同情上面 看到一档当然有些优势 但是 偏差又不是很大 中档 有时十档 都还上到头几位 那显示就是什么呢 其实档位影响胜负 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暂且 不需要根据档位 来分析马匹的形势 是的 看完这个档位之后 就可以看看最佳的同情 看回原来超越名区 是原来最擅长的 就是看回超越名区已经有两年 就是赢得最多 之后就四喜了 奖金大笑 大英才 古浪非凡都赢过 其余的妈妈 暂时还没赢在韩赛事 有个大概的图片看到 就是超越名区原来不差 在同情上面 稍后就记得留意着它 不过说到这场 其实一看 大家如果还有记忆的话 一定是这 雷台等增强 增强连续两次大叶门 已经跑第二天大叶倒座 看回其实前一次 都是输给成好运 这些这么有实力的对手 赢成好运 输给大英才 对 只是输给大英才 这些不明物体 一下子就冲过来了 接着上场 又是输给龙之辉一只 但是那场输得比较不抵 怎样不抵呢 就可以在肩仔里看看 好 按一按赛事重温这个键 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它 方便 是6号 我先试一下 教大小看 一出成好运很容易认的 不是 增强很容易认的 增强就是最尾的6号 大家看到它脱了之后 刚才还跪了一跪 有点失地 所以就要拖到最尾那里追上来 但是最尾那里 它这样追 这个已经用了力了 你看到它已经由最尾那里追上 较前 报文策 我想它也好像有点害怕的 已经即时是不敢怠慢了 即时已经走上去 是大热 然后你就已经按了 然后它的尾段其实追势都挺漂亮的 你看到它在后面移了出来 但是当中间有点制御问题 但是龙之辉在前面已经放到顺利了 对 抓不到 但是这只马就没有什么大毛病 老实说 你追了两下 已经是立即有反应 其实最后就输给龙之辉一只 最后都怕没有人 没有人都知道 尤其都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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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但是大家说怕不怕它这次 又再像上次出集有什么毛病 其实我觉得不是很害怕的 看回前次没什么问题的 最新的那幅试集 看到 又是看这里 肩仔按一张就看到了 看到其实 先开线了 出档那只 但是其实很容易看到它出集有没有问题的 老实说 因为一出这么齐整 就知道没有一只蚊子 蚊色的衣服是一样的 停一停 这只中间这只是报名这只 出集也算顺利 没什么大问题 它出集快的 它拖回牙的 但是这只马 升级马就始终是升级马 去到后段 其实也挺吸引人的 可以在这里看 就是转过弯之后 其实看到现在最开面的那只 就是7号这只就是增强了 其实前面有一只马在大 你看到这只马 就是现在排第二位这只 其实给了一点反应 好像报名 没有骑过的 直接捉不住这只马 就已经涌了上来 过了中间就已经赢了头那只 一本只不过是 应该是不想试这么多给你看 也是真的 所以这只马就好像在铜组里面 一定是最强的了 没什么大问题下 选择它做马胆 都是要的 就是没有刻意薄冷 即是它把第二都可以 所以我就不把我今次的影片 放在薄冷的感觉上 我就希望薄得一些冷却出来 这只胆就要横的 老实说增强很难不要 老实说它追势这么强 派五当又不是太差 好 前一次你也示范过 其实有什么方法呢 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当你一只很热的胆 你觉得它赢了几率很高的时候 如何选择它的配脚呢 或者找一些蓝脚 是的 譬如肩仔的右上角统计资料 由全部的马匹里选择一只增强 增强其实见到列马斯 通常都会有些配合去马 其实刚才见到农之辉 又是呂建威 你看看你这个肩仔是列马斯穿Q表 是的 何言的马 究竟经常跟谁一起穿Q回来呢 是的 何言刚才配了呂建威的农之辉 你看到原来今季成绩是很亮丽的 不止上次农之辉一次 五次穿Q加十四次穿的位置 这次大家可以先在这里列表它 我们就用一个红色 然后原来方家拍都是紧次的 都不差 这两只可能要特别留意它 稍后先列表这两只 我们到时再留意一下 再细选 这不是那一只马穿Q 是电马斯 就是赫然赢或者赫然贏 经常跟他买Q的那只 就不是方家拍 就是这个 是的 我见 呂建威 因为我见有些用户 我们见有些纸就抄来抄去 其实我们 不用鬼 右上一按键 再拖一次 你抄都可以 没错 你抄了 但我们按键就已经有你想要的东西了 你按增强 你抄回去或者选择电话中间给你 就会看到这个资讯 因为他经常留意 譬如你蔡若翰 你搭容天鹏 是的 你五鹏志搭吕李健威 是的 高东尼就搭高东尼 是的 不知道 我们也有资讯在那里看到的 所以这个资讯 如果大家这么喜欢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提供到给你的 这两只先选择 不如先选择 就好像我不要的 是的 譬如一号这只劍山峰 劍山峰 看到他近况都一样的 其实以前好像三班都追近了一点 但下班就不是很有表现 第一次都输成17个马位 即是选择不了他 虽然说不是很重要 但是你排到最外的14档 就有点问题 所以这个就要不了他 你捉住增强来和逐赤马称 那他真的落后很多 落后很多 4号这些电路10号 其实是今季初出的 即是其他马 你可能都跑了两次 已经是热身了 那这次的马本身 又不是很有质素的马 我就先选择了 伤过了 跑了一年 令门望族 亦都是一些近况比较差的马 你唯一可以说 就是他的货杂好像试得很好 会不会令你有些憧憬 我看到原来这货是一货泥杂 看回马的血统资料 其实这只马是 扇跑泥地和变化地的马 如果这货泥杂 他试得不错 大家可以用 兼职的功能 尝试骂了他 比如骂了出赛提醒 笔记上面 直接写了一个泥字 那你可以在他泥地再出的时候 你可以再留意他 但是这场是草地 所以这里就选不了他了 69号的大英才 那一场就劏了增强 但是看到他赢了这场46分之后 加了分去52分 很明显是小水肚不服 外面也经常说 尿康明没有打一搭 但是可能都是这些原因 可能未必能保持到一个马 在一个再高评分之下的状态 看到他是越输越远 输完两个马位之后 就再输十个马位 好像要一些时间适应一下 这个评分 所以这里对手这么强的一下 暂时要不到他了 奖金大少就更加 其实他这场新马赛就赢得很厉害 就是大家可以在坚仔的三甲里 找到他赢的图程 上品的图程是什么 你看到长新马赛赢得很厉害 蝎姓辉煌 然后现在在打比 但是他很厉害 也是上次跟那些打比码跑 是呀 所以也很强的 但是他之后 今季实在令人太失望的表现 他放头的马来 但是每次都捱不住 直接上一次都捱不住跑到最后 这一货集大家要坐进去看看 按一粒键就看到了 要打得很厉害 那试集最忌就是要打 刚才的增强力量 看不需要自己涌上来 这一货要打得很厉害 其实他就不太理想了 好 虎浪非凡 这一季也是很一般的表现 全部都越少越远 看到一只马其实是一只 没有一个追势的马 应该是放头会对它好一点 可能这次加回B1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看到他领放也是捱不住 因为这次 虽然排队都一档 他前方有亲事 但是他也未必有这个长力 可以贯注到 可以看到 所以状态还没有很好之下 我就减不了他 那一段时间也不浪费 那么长时间讲这些马 你看看前一次已经输到没有影 然后再来也有影 每次都没有影 可以看看 其实这个组的资料上 他们九天算是收货的了 跑了42次 没有交收过的 对了 上一次也输了11名 我们要专心一点 在这里 其实我想在这1、2、3、4、5、6 选择4只做我配格 是 一拖4 一拖4算了 这次就不买那么多 那看看有没有机会 这只超越名区 我觉得是比较理想的马 超越名区刚才看过 其实同情的表现是最佳的 其实看到他上季赢 赢了赛事和福克宝并投赢 那时是57分的马 现在是55分 当然会有一个优势 看到他在近方底下 你看到他赢完之后 其实部署是有点特别的 他填草千二 就是同情 加上都是A难赢的 57分 现在是55分有一小 但之后他在三班上去之后 其实在田草千二没有表现过 之后他就转跑一些谷草的赛事 这场就做到最快的末段 即使是谷草 黏地好像也不错 可以大家留意一下 然后谷草又不行 这个评分下好像完全没有消化 然后田草千四不行 都是继续跑一些 不是他赢过的路程 就是看到他田草千二才是首本路程 一直继续报田草千四下去 直至他回到这个有利的评分下 他才报回这场田草千二 所以其实这场首本路程 你可以这样说 可以把前面的败迹抹抹去 因为不是跑他适合他的路程 艾兆礼家苏惠然 就不用看到了 新的高星也是找他跑 当然是找他驳马的骑士 大家看统计资料底下 之后有个骑链合作成绩可以看到 其实可以直驳率比较高 这些马应该不会很热 老实说对上一次出资料还有四十几倍 所以绝对可以捉住他 这一款我会选的 好 德森之遇 照计都是热门来的 因为你选择了增强 又没理由再拖起一些 很热的 只剩下四五倍 拼拼他 德森之遇也是很明显 刺热的马 其实几次都是差一点 很少而已 但是令我在意的是 这只马多跑几次底下 明显不是一只质素很高的马 你看到 在四班 即使上次排过一档 找莫瓦这些这么厉害的骑士来跑 仍然只能追到第三 其实他就 变成了代表你没有能力 即使是资予很好的情况下 十四档 资予差一点 已经跑得比第六 上次潘顿跑也是第二 所以 预期他的资产率不直博底下 其实这次他四档 也没有上次一档那么好 其实宁愿想不要他 博一博 看看会不会增强 开到一些烂东西 更好过 我来说直博底下 好 这只麦道朗 这只四起料 有些事情可以留意一下 大家 这只马就不太敢飞 今季表现很差 即使是首次出赛上的名字之后 这里全部都没有表现 但是可以看回 他上季赢同程的时候 就是又是这场打比的时候 看到就是打比赛事 就是上年一月底的大学时分 又是麦道朗在同程上赢回来 所以这场 其实他之后 从来没有赢过 今季下来的差不多的评分 你找回麦道朗跑 其实就好像有点好处 但是今季的表现 实在令你比较难选择 其实他每次都是输的 但是看到他由上角 两季加上 只有一个赢回来 就是麦道朗那次 就是那次打比那次 所以如果你是相信这些 打比找麦道朗来去的 那就可以捉住他 但是因为他近况比较差 我就未必要到他 或者放在第五选 那我其实就想要买这只龙城金像 龙城金像好像在今季 是一直在升级的马 其实他初出那场 大家可以看到 已经即时跑到第四 跑到最快末段回来 其实他的追势也挺吸引的 然后就跑了一个泥地赛事 你跑不到 就可以抹掉他 他不是跑泥地 就当他 然后上次那场千亿 在制宇问题下 仍然只是输三个马位 一只初出马 他本身跑到最快末段 操起了状态 初次跑到前度千亿 仍然只是输三马位下 今次既望他有进步下 跟一些实力马有磅数的差距 荣天鹏找回周穿朗 即是小霸王的骑士 大家看到去马率是挺高的 所以这只马 既望他会有直博率下 上次跑到还有20倍 其实是值得选择的 所以我就选择他了 热头的冷脚 好 刚才说的那两只 最佳的联马斯穿乳表 都可以留意的 其实见到曾强 上次输给的那只龙之辉 其实天仔要看龙之辉 血统减平下 就是吕健威的新马 四十几万这些都算是挺贵的 周穿价 周穿价四十几万 接着这只《开心步步》 又看回日本是日本系的马 其实是飞凡达 飞凡达一出即盛 大家应该可以记得 接着又是四十几万这些比较高分的马 其实试集也好像是不差 其实给了一些表现 加上吕健威在新马 联马斯初出马的成绩下 上班都比较高 是属于比较高的联马斯 所以真的要选他 以防万一 另外一只富裕君子 我也想选他 因为他在上次出赛 这个《填队1000》的时候 已经跑了一个最快末段二十三秒 追势是挺吸引的 大家可以看看最后的追势 天直路就逼 就是他开始留得比较厚的位置 即是直接包尾 现在是在最后一只 是的 就是这只马 那就可以看回 它的尾段 是你本身落后比较多的位置 其实在尾段 他就追到比较近的位置 会修复了不少失地 是的 其实你就拉近了很多差距 其实就 怕不怕他这次又很慢呢 是的 所以我就发觉 这场可能是有点意外 因为我见过几次试集 看到其实他都能保持比较前的位置 不是太差的 最新的黄志宏试试试试 虽然你说他是迅速转弱之后 但其实他的前速 看来又不是真的那么差 都可以从一些比较前的位置出头 1200米理论上就不需要1000米 前速要求那么高 所以这只马如果他追势那么强 都可能会有一些惊喜给你 方家伯伯 涉恩 成绩一定很好 涉恩就是一个很厉害的骑士 上次就是大赛又找他过来 人心胜都立即赢了你 其实有些质身马 一趟就趟了你 所以这场就捉住了 应该有些陪虑就有四个刀 所以就选择他 我排队就排一些 根据一些超越名区先过 开心富裕君子 龙城金像就放第三 四起了 大家相信麦道朗来说 就可以拖五柱 不然我就省少钱 四柱就算了 胆就增强五号 拖开心富裕 村民区龙城金像 还有富裕君子 好 就是这样 讲十分钟 就是这样 大家如果有兴趣 像Tony那样 你用你的角度 不一定要跟我们 十多分钟 就说一场就行 或者你说 我不讲得太深入了 我说我不给三川七 又行 那就选几场 你喜欢选一只选三场 你够十分钟就传过来 又没有局限 你说选一二场 不过如果你喜欢 一样可以跟我们选一二场 既然你刚才说到 方家拍舌印 有些交头 你说到那只人心星 我第二场就有一只人心星 是的 我已经选了一些 已经结合了 忘记刷回来 是的 金牧雅 是的 金牧雅 金牧雅 不是 今天的赛日 就从莫雅回来了 大家看到吗 大家知道 莫雅多厉害 世界冠军骑士 第二场其实是小飞盒 帮赛约翰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同场 你可以看 简易 平时可以看完十四只马 那些资料 是的 你又看长进的 看到灰色这行的 经常都教大家看的 就是它上次跑成点 或者上次的沿途走位 是的 那我们很容易就看到 其实这场马 没有什么放头马 那你新马那些 不要说是吧 那你会放头的 就是这些 无敌勇士 陆族威 我按进去看过 它平时上名的 都会放在前面 那这次轻轻的 应该都会放在前面走的 而其他那些 最多都好像独步天下 都是前置少少的 都是跟前的 或者是金丝胜象 我们看回它 譬如梭上三甲 它跑到第三次 它都会跟前的 但是你说 是否一定放到好头 那它这个八档又未必 其余那些 其实你不是后上 我看过 就没有这个1400的前速 全部 你跑1650 或者跑1600、1800 都未必放得出 那何况是1400 要求更加快的前速 所以我看过 最有机会放头的 就是34 那只只有两只 咦? 可能不慢 是啊 可能前面那些 有点好处 你要留意一下 那我们就由3400开始入手 我通常就这样看 那大家都可以 逐一按进去 研究一下 究竟这场 多马放 还是多马追 那像我这样看到 其实好像很少马放 那前面那些 有点好处 放下放下 可能跑掉的 那我不如看看 3400一对 有点好处 行不行 也要看一只马 也可以 好 那会像三会这只 无敌勇士 我就看了一件事 就是这次 他又跑这个3400 那他可能是放头跑 那我先拉下来看看 因为我看到 这个表千万不要删 删了你就看不到他 长与长之间的操练 我看到他无端端缺了货 他上次出赛员 25号出赛员 26、27、28没有试的 试了货大圈 无端端缺了几天货 他之前也没有缺货 是吧 很少缺货的 那我看看 他每次有成绩之前 其实是不会缺货的 你看这条 是吧 不缺货的 那他的操练也是这样 都是试一下大圈 那他再赢马之前 他也是没有缺货的 那为什么今次缺货呢 是不是健康有问题呢 还是马状态不够好呢 那我不知道了 但是我就知道他赢马或者进去的时候 都是不会缺货的 而今次你无端端缺货 我就觉得应该就 就是备质不完整 可能是 或者一个状态成疑 也不奇怪 那另一只呢 陆续威又怎么样呢 他也是摆在前面的 那看到前一次进去 但是这一次就是五班赛 四班落五班的时候 他就进去 上场报泥地输了 格格 再回报一个同情 田草千世 再帮回这个轻磅117磅 其实应该是好跑的 赛前还看到粉红色 就是上了重化四集 粉红色这个一格格 就是重化四集 白色就是在香港 好了 那大家很简单 帮我看看粉红色 重化四集 是 给我留意一下 他上次重化四集之后 跑得容易 他很少上重化四集的 其实是 他没有粉红色的 有时候又有 间不中一次 但是很少的 很少的 见不见到 所以他最近一朝 就是上重化四集上来之后 落飞 飞格 然后跑到第二 那就是告诉你 后面已经有工作了 那这次又是来 这次重化四集 又是试了两货大圈 两货大圈加货重货集 那次又有 重货集加两货大圈 根本是一模一样的 那他还要赚了一个放头 那他是不是应该要选择 所以我先选择14号 好 那三十四一队 看完这些就不再重新 我现在就选择14号 我现在就选择14号 好 那我再看看其他还有什么 看看小飞盒 不如小飞盒 莫雅到赛约翰 是不是不错呢 你看骑连你就知道 每次莫雅回来香港 都帮赛约翰拿不少成绩 譬如3月3那次 一天骑三只 三只都上名 有冷有热也不是很冷 莫雅骑也不是很冷 19号那次自胜者强 就帮他进入了冷Q 然后再之前29号那次 有两辈子的 再之前12月11日 总之每次回来帮赛约翰 不是 就是赛约翰帮赛约翰 都会有些好成绩 你可以在我们肩仔骑连表里看看 究竟赛约翰这次 有多少只马是找到莫雅骑的呢 原来都有三四只 那你都可以留意这三四只 而这只小飞盒 会不会就是这三四只 里面比较好的那只呢 那我又看了另一样东西 就是那个 肩料秘笈 肩料秘笈你都要看 是吧 刚才你说什么 你说那个吕建威的新码很厉害吗 是不是吕建威 开心宝宝 开心宝宝 7号 7号 开心宝宝 有多厉害啊 开心宝宝 吕建威 吕建威原来 初出成绩上升到19% 够不够赛约翰 赛约翰初出成绩是 给你看看 29% 是吧 赛约翰的初出码 原来近这两季都挺厉害的 赛约翰未必一定辟赛约翰 但是买回来的那些码是不差的 还要扔给 其实联合作这么好的码 应该就没问题了 你再看血统 他会不会跑1400 那就是老豆那边 通常都是 按进去老豆那边看看 原来 很多1400 有52分 67个第二 56个第三 输的率其实也不是很高 72% 全部他的兄弟加起来的成绩 其实1400至1600都很多 例如大家为人所熟悉的大藤王 都叫做半个码 都是跑1400至1600这些逃程的 所以不用跟小飞入担心 血统上一定是够跑的 唯一火防是13档 所以这只胆就不要了 拖了配脚 但是我就把它放在陆续威的后面 因为始终陆续威就赚了一个放头 对不对 好了 那继续看下去 看看一只 好了 这样 你看一只小飞盒 小飞盒是蔡学汉的 上次还教大家 怎样看下去 慢慢抽屎剝减 蔡学汉如果有的话 那是不是什么容天鵬 那些都有机会呢 是吧 他那个集团的 这只10号的晓峰 是容天鵬的 这只我就觉得不太行 这只是伤患马 70日前就伤过 149日前就伤过 292日前就伤过 喂 你跑了三场马 你已经伤过了几次了 还有伤完又伤过几次了 所以这些伤病马 都不太行的 而且你看到 它1400是不太行的 就是有一次跑得比较好 那次就是1200 之后上1400就不行 下来1200也不行 这次又上1400 它可以都是只有1200而已 所以这10号我就要不了 最多你说 如果真的觉得小飞盒很厉害 拖起来 那你就拖起来 但是我就不会了 我觉得小飞盒 都是我的配脚范围里 是 另外再看看 有些马也跑得很少 5号的神驱马铃 上次只跑过一次 看到1200跑过 也不是太行的 虽然是三档 虽然走 但是后面回来都不是追很多的 都是很均速的马 增程1400应该更差 那么长 1200也没办法 增什么的程1400 另外还有些也跑得少的 6号的海船幸运这些 前场是有第三的 你看到 但是这场是有点意外的 是有只马修停了 阻止了后面很多马 那只就是自来金 大家记得了 不记得你可以看片 我不在这里和你看 总之自来金是沿途在前面走的 收停了就阻止了后面的马 前面那些断了一半 另外一半不断 其实只剩下几只 你跑到第三个 其实水分很高的 你再出也证实了 你根本就不行了 那这次再来 跑回沙田1400 你谷草1650也不行 你回来沙田1400 除非又有只在前面收停 那你就有机会跑进来 如果不是 我觉得你就下风一点 而且那场马也不是真的很厉害 这场马 有这些小飞盒 这些不明物体在那里 又有陆续威赚走步速 那你怎样会救他们跑呢 所以这些都是未得住的 我觉得 另外8号 由美可以看回来 金斯胜仗 是 只有一场是上名的 那一场是条件限制赛 被前面两只抛掉 他就输了五个几码位 其实这一堆马 除了你刚才说的 非凡达定数 是有劲劲底之外 其实后面那一堆都不太行 这些条件限制赛 是被一些未赢过的一起跑的 或者是新马 所以水准很低 所以这一场第三 下一场也都已经是 跑到第八了 这次再步同情 都是差不多的 他应该输得比较远 好 接着再看 看一只九号 看完八号 看一只幸运富庸 这一只我认为是比较好 近两场 你见到还是没东西看的 但是你见到 万步速追过最快末段 22秒4 这一个位置 我见到最快末段 有多吸引到我 因为这些最快末段 马萧萧也经常提到 挺好的成质 我认为之后也会输得比较高 是的 即是再保重一两场 保重的机会很大 所以我进入坚主秘笔级看 一看 不得了 原来也是挺好的 虽然他就输了 他后追上来输了三四个马萧 但是看坚主秘笔级 他的对手也挺强 例如上一场 他有些对手再出 让爱高飞 新力 前一场的忠诚宝宝 战斗英雄 德心之遇 金胜明驱 还有很多 大财 都相计再出 其实是上了名的 是的 所以其实可能是对手太强 在一场强组里 你输了三个多马 这场来到 刚才数了几只 可能都是下风一点的马 那你对手其实都不是差的 但是你对手不多 那可能在这里 你未必质数很差 如果你这样可以后追上来 比较我最快的没段 上次都是输了三个多四个马萧 两次都是 但是你对着对手也挺强的 让爱高飞尖试得那些 所以这次抽回七档 那可能可以衷景一下 赛前试诺习两货集 那你始终都要找一些 就是边线一点的 给你看就没那么多 是的 你每次都选一些 就是每次跑第一的 那你还需要选择吗 找鬼买吗 那些 那一定要抓一两只这些 好 继续看下去 后面继续 进城区这些 10至12名 没有东西看 每次都没接近过 那就看一号 人心星 这些话都 人心星就是刚才说的组合 是吧 江家柏搭舌欣 是 上次才赢完 这一场是1400米一场 他跑过第三的 上次跑1200米 今次又跑1400米 这一场14档 他没有遮挡下 走成四叠的 中复回到第三档 是的 很厉害的 其实他走到他 亏了很多位 起步时又有碰撞 没有遮挡 走四叠 入直路的时候 兜到竞出 其实事来亏去 过多万位 应该追得回 如果你不是什么事的话 这次虽然也是抽过外档 但是他没段做过23秒1 虽然这个是蓝色 但是你可以看回23秒1 同场的没段来说 也算是偏快的了 是慢过 加速动员一点点 但是别人流到最后 你兜到四叠 你兜到四叠 就亏了路程了 你也是慢到0.3秒而已 其实这个没段 其实也挺插成的 所以上次 苏程千叶就马上赢了 所以别人 也是外档的 这次也是外档 人心性 也要回舍阴方家拍头场 你既然选择了 我也在呼应一下 好 还有一个二号独步天下 这只我不喜欢 这只跟大家看一条片 上场这场是千四 我们看一条片 其实这场是放在前面走的 入直路的时候 还有 我们可以看一看 中城这只是什么 独步天下 独步天下是多少号呢 独步天下就是 黄三、六、三 这只 是三个 对了 现在是一号这只 一号码这只 好了 转入直路的时候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转入直路的时候 前面这几只码 12号中城保保 一号就是独步天下 其他的 你记号码就行了 8、10、6 回到来 其实头五名 都是这四只 唯一一只追到 就是外面这一只的春风万里 粉红色这只 我现在滑鼠指着这只 其余头五名 其中四名 都是前面那一群 很大机会是前面那一群赚了 这一只其实都是 头五名 唯一 然后最后 赢了几个马位 赢了几个马位 回来的 其实前面可能是 真是 较适的 你看到沿途走位 你都看到了 即是一一一一 前面那些全部回来的 唯一追到是春风万里 春风万里真是厉害了 是吧 我们已经证实了 再出其实都会继续上名的 是 而其他那些 再出其实就没什么看的 尤其中性宝宝那些 人员马再出 人员马有没有再出 人员马未再出 你看到后面那些 其实都是放在前面走 散了形势 是走顺了回来的 但是你看回 前面走了几个 你不计凡退了那一只 极速赢之外 其实 就跑最坏的那只 就是独步天下 刚才那些有型人 他也是在前面的 他都再给了几步你看 中性宝宝越跑越有 独步天下反而 是慢慢退 这个千四对他来说 这一场我觉得他可能赚了一些 这次 这么均速的马 你来到这里 有些后竞是强的 是吧 有些是前面放得好的 那你可能就没那么好处 我觉得在这场那里 这个独步天下 我就觉得他应该没有 因为其实这些粗链都是一样的 你看看又是三货集 摆货田集在这里 三货大圈 之前就是这些粗链 我不觉得你加辣了 我不觉得你的马这么快 可以变到新 好 继续看 看完7号的旅游高球 旅游高球 田草又不行的 前面有一些成绩是谷草拿回来的 这些都是谷草的职 所以这次跑田草千四 其实不适合路程 其实千四已经不适合路程了 你可以看这里 它谷草都是1200的成绩 那田草就没有成绩的 是7比0的 那1400的更加是不适合路程了 路程不适合 这些 所以都产生了 最后剩下两只 13号的 电路9号 电路9号 今季同程 其实跑过一次第三 1400的这场 那赛后报告 你看 和大家一起看 其实一绝 跑到你不用看片 你就知道了 一档迅速起步 起步没问题 立即摄了一条内栏 走内疊 然后沿途走入面 省了脚程 回来还是跑过第三 输过来马位 你都没得错了 对吧 上次是一档 今次是14档 应该跑不回上次的水准 上次多是第三 所以这一档应该下风 好 最后 11号这只金胜名区 如果要选择 就是第五选 我就放在这里 同日我看到 上次这一场 下第三这一场 其实好像是 看到它全部是后上马 头几场 你看回左右那几场 可能达地都是你后上 你看到什么信心声 高飞 又是智盛时机 喝杯 好精神 都是后上来的 每个都是后上来的 可能同日 我记得那天 好像每个都是后上的 可能它就成为大冷门 又赚了少少后上的跑法 才能追到第三 那你前面都没有 你看到 结果完了那场之后 其实再试个集 其实都是输得很远 可能是赚了地 赚了地下 来追 所以我放在第五 我觉得它有状态 但未必可以再赚一次 前面陆续威 应该是跑法有好处的 但是人心声 我放首选 因为始终它上次都赢得很漂亮 就跟大家说 它做的末段又快 就是宿程又赢了 还保持在四百 对 上回来的1400 其实都是很大机会的 第二选就放赚那只 陆续威 有机会是放头赚了形势 第三选就选择了蔡又汉有保证 和莫亚有组合的小飞盒 路程的血统也对 第四就是试一下 这只幸运芙蓉 都不能够放了叶满 最后如果你真的要有限钱 拖得住 我才会放一只金城名区 四只我会互穿的 如果你持人心声做胆 就拖一只金城名区 拖四和你一样 好 好 这次就是这样了 或者你好像不是Tony 像我这样 慢慢看看怎样 可以找到一个范围出来 用我这个方法说 又可以 或者用自己的方法说 亦可以 对吧 早知就是得了 对 WhatsApp 5361016问下我们 或者你直接发电话给我们 就是直接把影片发送给我们 很多人都在发电话给我们 那电话就放在下面留言区 你在下面留言区 然后发给我们 一条10分钟的短片 用着坚制版面录就可以了 是 今次我们公开招募 机会难得 大家都可以试一下 或者就杀出一条血路 成为我们的坚制慢评价 对 你是绝对可以在我们的频道上 有你的声音出现的 对 或者可能你将来 自己开个频道 宣传一下自己都可以 或者你本身已经有频道 已经是网上有些名气的 你再在我们上宣传 我们有五万个订阅者 对 五万订阅的 那可能立刻帮你多几千的 几千就说 几百啦 几百可能有些帮助的 是的 好 下次再跟大家聊一会 这次如果有什么问题 或者想拿回我们的平板优惠的话 都可以获得回答我们 55361016都是这个电话 下次再跟大家聊 拜拜